《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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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對於我來說 是發揮自己未發揮的潛流 其實別說誰是誰 其實只不過是大家互相一起做運動 在這個相處的過程中 我擔了時間出來 其實我也在他們身上做運動 轉 左腳 左手 捉住右腳,向後拉 我們在2012年 即去年6月的成立的時候 大約有12個人 至今10月的時間 我們大約有90位視像朋友 在跑步過程中 他會發現到那個樂趣 第一,他會明顯覺得自己身體健康的狀況 是會好 我們有些參加朋友都覺得 他來的時候和現在是相差了 譬如他有200磅 他有170磅 他減了30磅 他覺得他會輕快 輕鬆和健康 另外有些參加朋友都覺得 我參加了跑步之後 跟他們的關係也變得更好 自己本身對其他朋友的自立性 也變得更大了 所以在參與性上 他們會覺得 每個運動對他都覺得 漸漸會覺得對他有益 他的運動 所以是參加的人數 漸漸會變得更多 我們合作差不多三年了 I'm sticking with you like the numbers 1, 2, 3 我最初见到John的时候 都是有一种战战兢兢的 因为当我们要认识一些新朋友 或者义工的时候 都要慢慢适应 会不会带我 或者会不会有危险的提示 足不足够 或者在配合我方面 大家能否得到默契 起初会有这种想法 但很快大家就建立到默契 最初做领跑员的时候 都有战战兢兢的感觉 因为不太懂得带运动员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 因为如果大家不协调 就会是大家斗力 跑得很辛苦 三年前最初练的时候 是有点吃力的 因为太久没有做运动 但当我自己适应了之后 一直看到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改善 还有正式第一次比赛 是十公里的时候 完成了回来的时候 是那一刻的信心和那种兴奋 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 总之自己是很开心很开心 我觉得跑步 对于他们来说 是有很多好处 第一,身体健康 腹头又松了些 然后又减了些肚腩 人比较健康 另外就是 这里给了平台他们 一个星期 有几次大家聚聚聊聊天 其实是 我会觉得他们开朗了 很多小杖人 初来很害羞 或者是不敢尝试 叫他们走快点 都觉得我站不稳 但是慢慢慢慢去 你发觉自己有改变的话 反而有时要按住他们 不要这么心红 有时要过分跑得快 就算是义工 很多初来 本着是 我有时间 我想帮人 也很害羞 慢慢去 他认识多些朋友 我觉得他真的有个改变 是觉得自己 其实可以做多很多事情 我和其他领跑员 有点分别 我跑得不太好 其实我出来帮忙 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运动 大家一起互相去运动 有时也会说 阿启得就我 因为早前我有点伤 他就我去跑慢点 可以吗 有没有痛 我跑回来之后 是有很大的影响 对自己 对家人 对朋友 透过自己的实际参与 建立自己的信心和健康 给到家人的回馈 因为在我失明的时候 在过渡期 家人一直支持我 而家人看到我可以做运动 和身体一路调教一路健康 他们都很开心 其实家人很贊成他们 如果他们自己肯定跑步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事实上是 如果留在家里来说 对家人的 照顾者的责任 压力都很大 因为很多时候 在家里来说 都会令到人 另外找人去照顾他 出现了这些问题 如果他们自己出来 跑步之后 他们自己本身 就可以对自己 很有信心去做很多事情 个人的身心 亦是健康 对家庭 其他任何事 的志愣都大了 所以家人 都很鼓励他们 来跑步 我们也有很多 夫妇 父子 一起来跑步 而且家人也有些 是参加重力的领跑员 我自己很希望 透过自己这个运动 鼓励到这些志愣朋友 可以积极自己的人生 重拾信心 去一步一步走出社区 多些各方面的活动 和尝试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能力根本是有在 只不过信心不够 我教了他们 试着人士几年 我会发觉 我自己抗压的能力多了 很多事情 换个角度想 其实也不是那么不开心 其实也不是那么大不了 在他们身上 其实我学到 在他们盲着也不害怕 还有什么害怕 我会觉得 我还看到很多东西 我还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如果可以的话 不开心地去应付生活 还有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会继续 希望可以贡献自己